本場的突圍賽將形成四個雙人對決組 每組兩位歌手演出結束後 聽審團將進行二選一的投票 獲勝方有機會成功突圍 整場的演唱結束後呢 聽審團將從四位獲勝的歌手中 進行四選三的投票 排名前三位的歌手 將成功晉級我們的總決賽 可能大家都覺得和南哥隊上是死亡之組 他們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面 積蓄了更多的力量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對決 史上最強的街榜歌手 小力武本人 選哥 你都做了九七了 是時候把位置讓和讓弟弟做一下 一個是名門正派的武術家 一個是自己琢磨自己習武的一個大拳的人 我們在一起交手 覺得挺好的是一個命運的安排 東方的R&P碰上東方的腰管 男抉擇 我相信Tia會拿出她百分之百的能量 跟我在武術家相見 推賽的正式歌單已經公布 九首歌曲 很多歌手都選擇了自己的拿首菜 太驚艳了 這個是官方發布的歌單 九首歌曲 兩首都是500的歌 還有音樂才子趙英俊的 大家看看有沒有想聽的 《白歌》這首歌應該是许君的 還是挺有味道的 她唱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尼喬》這首是他們的拿首菜 也是他們的代表 民族特色需要發揚光大 《我心如我一樣飄落下來》 奔心我的視線 天美傾空 今夜如我一樣飄落下來 《我在阿部》這首歌是張宇琦 非常具有個人特色 它爆發力還是挺強的 我要的幸福是黄轩的 又是一首暖暖的歌曲 这也是他的舒适区 但是在这个重要时刻 好担心他进去不了决赛 悟空传是孙楠的 真的也给反差太大了 一向稳扎稳胆的他 这次也是拼了 这一生我读过的 最多的一本书 我要这天才遮不住我的眼 约阿伟也唱自己的歌曲了 夜来香 这就给比赛添加了许多挑战了 也有机会进入决赛了 其中缘分一到桥 这个很明显了 就是谭维维的 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真的太经典了 现场这首歌非常好听 进总决赛稳了 长子这首歌是海拉木的 是他的风格 比较具有生活气息 除非特别感动 不然很难进决赛 就目前来看 谭维维和孙楠几乎锁定两个名额了 剩下七个只能进一个 太难了 都说杨成林是来暖场的 太可怜了 其他一位一 歌手2024公布推赛的名单 目前仍在比赛状态的孙楠 黄轩 许军 谭维维作为补位的歌手 将参加决主 此前被淘汰的杨成林 海拉木 袁雅维 杭盖乐队 张玉琪 也将重回赛场 一同角逐最终总决赛的入场券 但是按照目前首发阵容里 仍在比赛中的 纳英 湘提莫 凡西亚和汪素龙 占据四个席位 而此前 十七席绑赛时 在线歌手已经扩容到八组 如今最终将由几组歌手 角逐总决赛并未公布 这也让外界有点一头雾水 杨成林 袁雅维后续形成已定 歌手RN24的推赛还未启动 目前已经确认的歌手们 后续形成也成为另一种讨论点 初开海拉木 原定于7月28日的演唱会 已经宣布延期 谭文维将在7月27日 飞抵云南参加演出 他们的时间线算是 能够给总决赛留出空间 约阿维的7月形成此前已经公布 7月26日和27日 将在上海参加线下活动 这也与7月26日的总决赛 直播存在冲突 被认为已经提前预告了 此次推赛并不为结果 此外 杨成林工作室早已经宣布 他将于7月27日 在吉隆坡举行歌唱 如果他能入委歌手RN24总决赛 要在26日深夜直播结束后 连夜从长沙飞往吉隆坡 而歌唱所需要的筹备时间 都难以保障 这些行程的细节 都和歌手RN24总决赛的时间线 有了许多冲突 在拖一赛开启前 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说好的拖一赛 是否已经变成了走过场 大家觉得谁能进决赛 我们好奇迟 我们好奇迟 快点 感谢